大家好 今天是5月4日 星期二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週三點半在蘭里繁忙的Villorbrook商場 再有人在光天發日下公然開槍 一名男子身中多槍 姓名垂毅 蘭里王家騎警初步判斷 這一宗不是隨機犯案 在蘭里槍擊案發生後半小時 警方接報說在奧爾德格羅夫 牽批處的南會場有一架汽車著火 警方昨日未確定 Villorbrook商場發生的槍擊案 和南會員的火燒車是否相關 另外蘭里騎警也未提供 昨日槍擊案有關的這麼多細節 警方呼籲公眾 如果在案發當時經過Villorbro區 請檢查行車記錄儀有沒有拍下相關的畫面 有任何線索或者有行車記錄儀的片段 可以致電604-532-3200和警方聯絡 我是新的好 何勤生 15億元的土地發展收益計劃 建議650呎兩房單位 發展商可以向市政府用10萬元購買 4年共有15億元的收入 3年可以凍結地稅 增設醫院 設立大學 在5月29日請投我 新的好 何強生一票 多謝 上星期六下午 三角洲市玉爾馬外發生槍擊案 一名29歲懲教官當場死亡 三角洲市警局長杜博德今天表示 這種案件具備幫派犯罪的特徵 不過目前未能夠證實是否黑幫所為 針對有停車場中的民眾 拍到疑似槍手逃脫的視頻 杜博德強調 警方可以在多方渠道取得片段 好像店家的監控攝像錄影 行車記錄儀等等 不建議公眾親身冒險拍攝 遇到這樣的情況 第一時間應該尋求躲避 關於有人提出對出警時間的質疑 杜博德說 星期六下午4時55分 警方接到報警電話 下午午時正 首名警員到場 之後又有兩名警員加入 在7分鐘之後 素理騎警到場協助 警犬隊K9 Unit也有參與搜索 案發的時候 停車場的周圍有近200名民眾 警方不可確定當時疑犯 是否仍然在人群裏 所以花了大量時間進行盤查 為此感謝民眾的耐心配合 杜博德也呼籲 目擊者登陸三個州市警網站 提供線索 飛斯衛生官員 今天繼續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本省新增697宗確診病例 累計132353名確診 當中456宗來自菲莎衛生區 142宗來自溫高華沿岸衛生區 省內仍有7161宗匯約個案 另外有10961人正受公共衛生監察 目前有486名患者需要住院 當中173人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省內再報出1人歷亡 累計人數增加至1597人 而至今有123383名患者 已經完全康復 本省至今已接種1910162劑新冠疫苗 其中92244劑是第二針 省府今日公布 鑒於省衛生部門即將收到更多的疫苗供應 當局將開始給16歲以上的孕婦 優先預約接種疫苗 當局建議合資格的孕婦 在網上登記資料之後 致電1-833-383-2323 直接預約接種時間 此外 非沙衛生局今天也宣布 當局預計可以在未來10天之內 完成區內必要服務人員的疫苗接種程序 歷志文再次出現針對華裔的種族歧視事件 一名市民在Drythru買快餐的時候 見到一名男子正在肉罵排在前面的一個家庭 他健壯要求那名男子離開卻反遭辱罵和威脅 列史軍民Benjamin Wong在星期六 將今次歧視遭遇拍到的視頻分享到社交媒體 並稱他是Ironwood Mall商場 一間快餐店的Drythru排隊的時候 見到一名男子正以針對華裔的歧視言論 辱罵前面排隊的一個家庭 Wong要求男子離開 但是男子卻與相同的言論辱罵他 並威脅說要殺死他 辱罵的經過被Wong的行車錄上錄下 Wong看到這樣馬上拿起手機錄影 要求男子重複自己說過的事 那名男子他180度改變態度有時問好 並是一對汪港元很高興認識你之後離開 鑑於今次的事件引起騎警關注 汪表示已經將相關的視頻交給警方處理 通常一生當中能夠中大獎一次就已經不得了 但是在高桂林就有一對夫婦 在不夠一年的時間連中兩次大獎 一次中五十萬元 最近一次掛中六十七萬五千元 要說他們天生中獎的命 大家都不會反對吧 BC採票公司BCLC今天發布新聞指出 Lizel Paganibon 和她的丈夫 Edgar Abrio 是最新一次的 Sat for Life大獎中獎的幸運兒 Paganibon 說 不久之前在高桂林 Cost Meridian Road的7-11 買了一張Sat for Life的彩票 她就在家掛了一張彩票 當見到三個現金數字出現時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雙眼 於是快快給丈夫看 丈夫Edgario 說 之後她就手無足道 實在太開心了 第二次重大獎的夫婦說 他們會在可以安全慶祝時 在家舉行慶祝會 邀請家人參加 他們會用彩金還欠銀行的按揭 之後還希望可以去夏威夷度假 那裡是女兒最想去的地方 BCLC指出 在2020年時 Sat for Life的彩票獎金金額達到1200萬 現在買彩票的玩家 都可以在任何時間 用手機或電腦查看開獎結果 BCLC提醒 購買彩票需要理性兼負責 俗語說 小賭可以移情 大賭傷身 不可以靠買彩票賺錢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招 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全國已經有170萬人 接種了阿斯利康疫苗 國家疫苗顧問小組LASSE 作一建議 家人可以先考慮接種NRNA 即是輝瑞和莫德納疫苗 引起究竟應不應該趕著打阿斯利康疫苗的風波 因為醫學家和傳染病學家 一直都建議大家 哪種疫苗來先打哪一種 總理道多今日說 衛生部批准的所有疫苗都是安全有限 他自己就打了阿斯利康 因為對自己和家人都帶來保障 為什麼NRNA和衛生部的醫療官 建議會背道而馳 譚詠斯說主要是科學演進 NRNA用的是實時數據 儘量用得到的最新數據去分析 大家都知道 阿斯利康疫苗接種者 面對罕有的拼發血栓風險 風險是很小 可以是十萬份之一 或者是二十五萬份之一 似乎不同地區 但是這個風險是存在 早前灰省就有一名女子 因為接種了阿斯利康疫苗 出現罕有的拼發 老血栓索命 譚詠斯又說 無論是阿斯利康疫苗 或者是即將推出 給市民接種的強生疫苗 都是安全有效 好處大過風險 而NRNA在衡量疫苗好處和風險的時候 是按照最新數據提出建議 本身也都接種了 阿斯利康疫苗的安省衛生廳長 葉麗雅說 三民應該接種手中提供的疫苗 他從未後悔過自己打了阿斯利康 對於接種第二劑疫苗 可不可以使用混合式的方法 他說 現在還等著醫療的建議 他知道有部分地區已經這樣做 本身是傳染病學專家的沙卡維醫生說 那時的建議容易令人混淆 令一些人容易產生等NRNA疫苗 致打的心理 可能令未接種的人士 處於更危險的境地 盡快接種疫苗 產生抵抗力 才是抗疫的最佳方法 安省衛生廳已經向國家疫苗接種小組 那時 請示可不可以讓省民混合接種疫苗 也就是 接種的第一劑疫苗和第二劑不同 俗語所謂的溝針 據知 那時最快在這個月中 就會發出指引 說到溝針 大致上有兩種方法 一 將使用腺病毒載體生產的阿斯利康 溝上利用MRNA技術製造的莫德納 或輝瑞 另一種溝法 就是兩劑都使用相同技術製造 只是製造商不同的疫苗 例如 輝瑞溝莫德納 至於兩種技術有什麼分別 太科學的東西很難在這裏三言兩語解釋 不過 根據新靈醫院 臨床微生物學家 Rob Kosex 解釋 簡單來說 人的免疫系統是有兩個武器 分別是中和抗體和T細胞 兩種不同類型的疫苗 各自啟動這兩種武器 來抵抗病毒 大後市大學傳染病專家 Lisa Barrick 就把第一劑疫苗比喻為小學課程 第二劑的加強劑 就是中學課程 除非第一劑的疫苗沒得供應 如果不是 打兩劑都是使用 相同技術生產 但不同牌子的疫苗 意義就不大 因爲 基本上學的都是同一門貨 至於一劑MRN疫苗 混一劑腺病毒再體的疫苗 兩個武器出齊 豈不是天下無敵 對不起 這方面 暫時還未有好確鑿的證據 而在這方面進行研究的 英國牛津大學 會在這星期更新這方面的資料 但要有進一步的結果 可能要等到夏天 不過 傳染病學家亦補充 如果人在注射第一劑疫苗後 有過敏反應 又或者手劑打了阿斯利康後 不敢打第二劑 怕有血散失 這樣被國民混針未必是壞事 時至今日 仍然有人認為疫情是一個編局 反對戴口罩 反對防疫措施 灰傘一個歌唱家一直不肯戴口罩 結果在最近染疫 並在確診後5天失望 他在上週末離世前 和自己妹妹說後悔沒有接種疫苗 呼籲大家接種疫苗抗疫 這個灰傘女歌唱家 疫情以來 每天都接觸到不少反對抗疫的消息 自己一直沒有做好防疫措施 不穩戴口罩 最近終於染疫 她在上個週末不治 扔下了三個子女和丈夫 她的妹妹說 姐姐臨終前的心願 就是大家都去接種疫苗 她的丈夫就已經預約了 混國華明天5月5日星期三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主要多雲 溫度最高有18度 晚上多雲 溫度最低只有10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香港今天新增4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 當中3宗是輸入個案 其中一宗是帶有M501Y變種病毒主義的28歲孕婦 她在4月4日坐UK6395行班 由印度新德里抵港 完成21日檢疫之後才確診 連同這宗個案同一班機累計有59人確診 佔了這部航班乘客總數餘3分之1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今天就說 香港大學的病毒基因分析顯示 這班機的確診者分別帶有最少5款不同的新冠病毒 顯示在機上出現超級傳播的機率較低 確診的28歲印度殖孕婦 4月4日從印度新德里飛帶香港 完成21日酒店檢疫之後 4月25日回到尖沙咀美園大廈居住 同日因為腹痛去到伊麗莎白醫院求診沒有病症 當時病毒檢測結果正陰性 直到4月30日去到社區檢測中心 進行抵桿後第26日的檢測結果是不確定 經衛生防護中心化驗所檢測結果是陽性個案 並帶有M501Y變種病毒株 張竹君說 驗疫者由感染至有抗體需時約10天 估計患者早前在印度已驗疫 今日傳出卡拉OK連鎖集團 Newi必入品清盤 翻查資料必入品清盤的公司 據知Newi旗下主要用來處理歌曲版權事宜的子公司 公司在去年已經在版權審柴處裁定 需要向版權聯盟有限公司賠償於9000萬的費用 同年7月1日推出一個版權授權計劃 給提供卡拉OK娛樂服務的實體店和機構 可以使用和複製卡拉OK音樂錄像影片給公眾娛樂 不過Newi在同年8月9日向版權審柴處提出異議 質疑授權計劃的條款合理性 並要求支付較低的版權授權費 爭議拖了差不多10年 不過版權審柴處是19和20年的判決書 已經表明Newi只用版權授權計劃條款不合理的指控不成立 反之認為收費結構和定價都屬於合理 Newi需要付回共9000萬元的版權授權費 有關裁決更要求Newi支付版權聯盟就這個爭議程序 而引致或者相關的八成總費 清盤零順將會於今年7月開庭審理 一旦版權聯盟勝訴未必會即時影響Newi營業 但大量來自新力、環球和華納唱劃的歌曲 或者再無法在Newi出現 即是由得去但是沒有歌唱 其實上年底聖誕節我自己的品牌就和一個餅店合作 今次就真的成立一個… 餅店? 是和一間餅店合作過的 出了一個聖誕系列 這幾個月其實我自己不斷都在研究 還有蛋糕、福奇餅、甚至麵包都有 下個月就終於成立這個網店 網店應該是今個月開始 實體店就會在下個月開到的 是6月在荃灣 你會不會每一天都會去打燈的嗎? 生之前也會 坐完以後我也會 即是一有時間就會下去 還有我都會其實是自己 所有東西都是手作的 那是你自己做的? 當然我一個人無法處理 還有我生的時候我會有朋友幫忙 有師傅幫忙 因為其實這件事是我自己一向 計劃了很久 是我的妄想 當然我的老公他很支持我 他很鼓勵我去做的 因為其實我也在想 那是否出資金是否? 不多不少有些 多少錢? 多少錢? 即幾位數? 六位數字 對 中的嗎? 對 即幾十萬都要? 要 因為做生意 至少都要這個資金去做 沒有親節怎麼過? 是否也是做餅乾? 母親節那天我可以休息一天 因為一來我可以陪我自己媽媽 即是陪奶奶 還有我自己都可以放鬆一下 真的只有那天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 今年母親節 你懷孕會不會感受特別深? 會啊 會啊 特別意義嗎? 嗯 是特別開心的 嗯 因為其實一來我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這麼快做媽媽 嗯 其實他現在在肚子裡每天這樣踢我 或者我每天這樣跟他聽歌 聊天 他有反應 這個感覺真的很神奇 哦 有交流嗎? 有交流的 譬如有時候拍攝 他就會踢一踢我 你現在做什麼時候? 現在七個月了 是啊 所以… 所有的那些開始不舒服 睡覺睡得不好 都開始出來了 有沒有趁母親節拍大部寫燈? 有 我打算過幾天去拍 是啊 就是母親節之前送給自己的禮物? 是啊 沒錯 你的尺度會怎樣 這個又不會很性感的 只要是想留個紀念 對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